谈起啤酒酿造,西安交通大学在读博士,张博维总有说不完的话 多年的科研训练,让他对新鲜事物的学习和研究有了自己的一套方法 上午在啤酒实验室酿啤酒,下午在学校实验室搞科研 张博维日子过得丰富而充实 5月17日,在张博维的啤酒实验室内,记者看到 不锈钢灌替组成的啤酒制作设备整齐排列 另一边的储物架上则储存摆放、麦芽和啤酒花等原料 检查原料的质量、观察设备运行状况、检测啤酒的风味 是张博维在啤酒实验室的日常 张博维读本科时,便对酒产生了兴趣 为此他去上啤酒课,还考取了专业的啤酒师证书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服役良好的科研功底 张博维通过一次次实验,终于酿出了自己的精酿啤酒 有了这门手艺,他跟朋友开启了一家酒馆 而啤酒实验室则是酒馆的核心 我觉得酿造是工程和艺术非常完美的结合 我从本科开始就在教大学电器 现在是博士三年级在读 我平时生活当中并不只是做科研 我喜欢大量的阅读,看各种杂七杂八好玩的书 这几年做过大大小小上千次的实验 确定下来数十种配方的酒 我希望可以通过我的产品 把这个和西安和中国相关的文化结合起来 可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酒还有西安文化的魅力 张伯薇告诉记者,想要做出一款符合心意的啤酒 绝非易事,原料,温度,技术细节都要很好的把控 有时候还需要一些生活中的灵感 这个是一款桂花小麦 就是我和我女朋友去广西玩的时候 我就闻到了特别香的桂花的味道 我就想怎么样可以把这种味道保留下来 让她融合在酒里面把这种能美好的 被桂花香气包围的感觉传递给大家 目前张伯薇已酿造出50多种不同口味的精酿啤酒 对于未来他表示没有明确的规划 自己喜欢什么就去干什么 然后尽可能做好 对于未来这种能够的感觉